把一首歌唱的很油腻是什么感觉呢 第一种 疯狂改节奏 第二种 咬字夸张 第三 疯狂加颤音 以为你在哪里 油腻吗 为什么唱歌会油腻呢 第一 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改动节奏 改动节奏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考虑歌曲是否适合改动 像刚刚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它是属于抒情歌曲 本来的旋律是非常的连贯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但是我随意改动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这样听起来就会断断续续 节奏非常的跳脱 如果你要改动幅度不能太大 可能改一两个音或一两个节奏就足矣 太多就会显得油腻哦 第二 有的情况是咬字特别夸张 它改变了原本字的真实发音 这样听起来就会显得笨重 拖沓 不干脆 如果不是为了演唱防止喷麦 就不建议去改动字的原本发音哦 比如说泡沫 泡子是非常喷麦的 那我们把泡子弱化一些变成泡沫 这种情况是可以适当的改动 第三 很多人喜欢加大颤音 觉得这样是体现唱功和共鸣的一种表现 但是时代在改变 现在的流行演唱方式适合小幅度加自然的颤音 有多久没见你 一点点 你 就可以了 颤音幅度小 听起来才会不做作哦 关注我 学习更多唱歌技巧